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憨子摄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一帮朋友因为贪婪而离奇死亡的故事 意外的访客 凯文 嘉祥 小雪 婷婷 阿龙是很好的朋友接合伙人 他们为了庆祝接到一笔大生意 预定了一套别墅来度假旅游 几个人来到别墅 看着宽敞明亮的房间 心情特别好 举杯畅饮有说有笑 小雪拿着DV拍下了这开心的一幕 但是小雪在去洗手间的时候 却发出惊人的尖叫 大家一起向着小雪跑去 惊奇地发现一个房间里躺着一个死人 身上插着一把刀 身边还放着两个钱袋 几个人打算报警 发现手机都没有信口 想出去找警察 但是外面狂风暴雨根本出不了门 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有结果 他们兴奋地数着钱 完全忘了身边还有个死人 足足有一亿现金哪 哪个人不心动 凯文开玩笑地说 报警时不要说有两袋钱 我们大家分了吧 但是大家都不作声 各自回房间休息了 家祥和小雪是情侣 两个人住在一间房 小雪因为看到刚才那一幕 心里很害怕 抱着家祥寻求安慰 凯文则在门外偷偷注视着两人 第二天一早 大家再次来到凶案现场 发现两个钱袋只剩下一袋了 猜测是凶手回来把钱拿走了 但是他们观察了门窗 都是繁琐的 不可能有人不留痕迹地进出啊 于是就开始互相猜疑 家祥说 大家都是好朋友 不可能有人做出这种事情 但是婷婷说 难道大家都没有对一亿元心动过吗 是啊 面对一亿巨款 能有几个人做到不动心呢 猜测归猜测 毕竟大家都没有证据 外面狂风暴雨 继续下着 第二天 小雪半夜醒来 发现家祥不见了 她战战兢兢出来找 看见家祥从凶暗房间 走了出来 但是她没有多问 早上起来 大家又跑去凶暗房间查看 发现连剩下的一袋钱 也不见了 这下 他们之间的猜疑就更严重了 小雪忍不住 把家祥去凶暗房间的事情 告诉了凯文 毕竟 晚上去了凶暗房间 早上钱就不见了 的确让人怀疑 凯文还把家祥在外面 招女人被拍下视频的秘密 告诉了小雪 小雪更加认定 家祥是想偷钱 付封口废 家祥赶忙解释 自己是被陷害的 但是小雪根本就不听 躲进了卫生间 突然听到了一声尖叫 小雪冲出洗肉间一看 家祥已经死了 凯文提议大家待在一起 以免再次发生意外 婷婷却认为 凯文的嫌疑最大 不愿意跟杀人犯在一起 凯文上前阻止 说婷婷的嫌疑也很大 因为婷婷就是设计家祥上床 拍下视频勒索的主谋 小雪突然明白 自己冤枉了家祥 但是婷婷振振有词 说小雪抢走了家祥 得不到人 她也要得到她的钱 被说出秘密的小雪 已经豁出去了 她一一道出 大家需要钱的证据和动机 说完就跑回了房间 三个人很久都没有 听到婷婷的动静 决定进去看一看 可是房间里没有人 他们便分头去找 凯文发现婷婷死在了冰箱里 身上还插着一把刀 帮婷婷拔出刀的凯文 被正好赶到的阿龙和小雪看到 他们认为 凯文就是杀人凶手 而且他们还在凯文的房间里 找到了丢失的一袋钱 白口默便的凯文 被阿龙和小雪绑了起来 看到阿龙因为和凯文争斗受伤 小雪便去找医药箱给阿龙包扎 却意外发现 一个房间里放着很多监控录像 小雪从监控里发现 杀人凶手 居然是平时最老实的阿龙 今晚会去救凯文 可惜还是晚了 小雪赶到的时候 凯文已经死了 阿龙告诉小雪 凯文是愧疚的药舌自尽的 已经知道真相的小雪 拿起剪刀的一把刀 刺向了阿龙 毕竟一个女人的力气是有限的 就在小雪用绳子 准备勒死阿龙的时候 阿龙使出最后力气 用手上的刀 狠狠地刺向了小雪 几下便死去了 小雪拖着奄奄奄奄奄的身体 爬到了凶暗现场 她为独自拥有这么多钱而开心 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床上的死尸 突然爬了起来 告诉小雪 她是网络杀人节目的制作人 这里发生的一切 已经真实直播了 小雪悔恨地想着那些快乐的时光 也缓缓地死去了 这个故事听完以后 心情是有点沉重的 大好的年华和前程 却因为彼此间的不信任和贪婪 造成了悲惨的结局 相识是缘 能在一起共同奋斗 更是缘分 如果他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选择互相信任 团结一心 那么就会有一个美满的结局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